這瓶牛磅來熬湯就熬得多了 不過聽說好像有其他用途 當然有, 給人家 這個很適合女生吃的 因為它纖維很高 還有水溶性纖維 切幾片蔥杯水 水也有纖維 適合我們, 紙腸胃 但又好像不可以太多 因為纖維太多又不利消化 那也是 好了, 今天應該不會教我們 蔥水這麼簡單, 對吧 其實我們今天也很簡單 是嗎? 用兩個菜 一個是炸牛磅甘筍餅 另外就是醬煮牛磅 醬煮牛磅? 對, 兩樣都很日式的 好, 那我們應該怎樣處理它呢? 首先是用刀, 其實不需要刨 就不需要用刀刮刮 刮走這個… 我幫你吧 很好… 但是這個牛磅這麼長 它會不會有不同的部位 哪個部份 是應該怎樣煮呢? 其實要看你切得好不好 如果切得夠幼 你整條都可以就這樣煮就不吃了 好, 原來這麼簡單 可以嗎? 沒錯 不用怎樣刨它 不用, 就這樣刮走就行了 那我們要沖一沖 不用沖一沖 對, 首先沖一沖 對, 放下 放下 好, 我幫你洗完了 但你好像變色又生瘦 是不是立刻要浸它呢? 沒錯, 那我們不要緊 它反正都會變色 我們先切一切 變色就可以了 其實牛磅是可以生吃的 對…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切一塊來吃嗎? 可以的 首先我會這樣斜切 對 這樣切得比較大 因為其實我來時是用來煮湯的 是 因為大家都說 煮湯和牛果是很有益的 其實它也行氣活血的 而且它有纖維 行氣活血 這樣我會把它鋪平一點 切絲嗎? 是, 切絲 那即使它生瘦了一點 如果我們浸它之後 它會不會變白? 其實浸完之後 這些水就會啡色 這是水嗎? 沒錯 麻煩你旁邊的芯芯是醋 即是白醋 我們加進水裡 沒錯 好, 然後我們浸它 那你就可以安心繼續切 做其他東西 那我不加醋 我同樣都是酸性 我加一些檸檬汁 這樣會不會嗎? 可以的… 有甚麼用 好的 好了, 搞定了 金筍是嗎? 對 要不要刨? 沒錯 這些讓我來, 粗粗的 這個就是煎起來 然後煎起來會金黃一點 所以這個是番薯 我喜歡洗乾淨, 煎起來平 有時炸起來和煎起來 會有一點厚 好的 切成這樣 總之我們全部都是切絲 沒錯 其實切絲的菜是很喜歡吃的 但我又怕麻煩 那為甚麼我不刨呢? 就是想它們的尺寸 差不多 對, 因為它很容易刨得很幼 軟身 沒有了, 炒得出水 對, 變軟了 沒錯, 加上少許鹽 真的變軟了 好, 接著這個是炸粉 就是天婦羅炸粉 我這次買到日本的 其實不日本的也可以 你看到普通的炸粉也可以 然後加上少許 因為這個菜比較日式 對, 而且日本人很喜歡吃牛磅 這是水 對, 接著攪拌 對 對 這個質感 就是有一點硬度 有一點拉力 嗯 其實這個是不錯的 接著就是把我們剛才的材料 就加些下去了 就是這樣了 攪拌至它 即是混混 輕輕的 對, 讓它們好像 我們吃天婦羅 剛剛是有些粉黏著所有材料 這樣就為之 好 好 調味料, 是嗎? 對, 少許鹽 還有胡椒也可以 其實已經可以了 醬已經完成了 就是少許鹽就可以了? 對 可以炸了嗎? 沒錯 我們加些油 我們這次半煎炸了 有女生說吃炸東西不太好 但是炸東西可以 如果油溫控制得好 可以減少肥膩很多 好的 Kitya, 我們這個溫度 炸是否中庭就可以了? 不需要猛火一點 猛火比較好 猛火比較好嗎? 對, 即是像Tampura 如果你真的要用這個溫度計量度 大概是170度 170度 170度 但是因為它比較厚 所以可以到150度 到170度之間 讓它更容易熟 那我們今天是否這樣 什麼時候是差不多? 這個也不錯 不錯 沒錯 你們很齊心 當然 要不要分開它們? 不用 一餅一餅 對, 要不要這麼快撩開它 這麼快撩開它 它還未成形 沒錯 那就是它 讓它穩定了 我們才反反它 這個過程有點久 因為全部都是比較生 而且三樣貼為都很高 看到它有點濕 對, 貼實了 對, 反了 那每邊要煎 煎到它都是… 金黃色 對, 金黃色 硬朗 我想問如果我喜歡吃其他蔬菜 可否用其他蔬菜來做這個餅呢 是否一定要是牛磅、甘筍等等 是可以的 但是記住不要太多水分 如果你整條西芹那麼多水分 炸到彈到你媽媽 對 對, 沒錯 你吃到水, 炸的時候會很彈 對嗎 例如薯仔就可以了 對, 我們其實可以嘗嘗 對, 粉絲攤凍 我怕你熱得 我怕你三非之餘 這是什麼醬汁? 把醬汁拿出來 這個是有蜜糖 我用了柚子漬 再加上一些冷麵汁加水 這個是我自己調的 即是放我們可以沾醬汁來吃 但是剛才我這樣試一下 我已經夠好吃了, 金黃色 我們可以試一下 醬汁 是嗎? 試一下醬汁… 這個不是傳統吃法 是我調配的食法 可以的, 沒所謂 而且是聰明的 聰明的醬汁 是辣地 因為有很多時候怕炸的東西 好像要拌口一點 會乾身一點 行不行嗎?我的酒勢 行